大谷翔平卻仍加盟洛杉磯到齊之后 合约内容除了破纪录的7亿美金 史无前例高达97%延迟支付外 还有把自己跟老板马克沃特 总裁安德鲁·福利曼绑在一起 哪天他们离队 大谷可以因此取得逃脱权 以及为了回应大谷的无私奉献 呈出2400多万的豪阿税空间 球团必须积极补强 打造成真正的宇宙强队 针对补强 球团的效率非常惊人 在举办加盟记者会后没过多久 马上发动一笔二换二的交易 找来了坦帕完光芒的王牌右头手 泰勒·格拉斯诺 原先他还剩下一年合约 双方同意调整为 全部5年1.35亿美元 已完成续约 今天我们就先来聊在此的操作 先简单看一下到齐的阵容 今年到齐头手群遭遇严重的伤病困扰 先发轮值 整季只先发801.2局 防御率跟瓦则是垫底 幸好到齐一直以来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他们的小联盟深度 即便伤了这么多人 还是有农场投手相继跳出来 分别是Bobby Miller Ryan Pepio 以及Emma Sheehan 虽然靠着傲人的深度 拿下100胜未免国联西区 但先发不稳的老问题 在基游赛首轮被无限放大 身皮有办会员直播帕的game1 见证了科销惨案 球队最后也被响尾蛇横扫出局 他们休赛机放走三位先发 分别是队局代表的Kershaw Urias 跟Lanslin Kershaw今年休赛季动刀肩膀 预计明年下半季复出 目前确定他明年会续战球场 只是不确定会不会回到齐而已 Urias在新人约最后一年表现不佳 除了频频受伤 还因为二度触发反家暴政策 被球队在季中亲自无贵感人 预料在加州的政治氛围下 回归的可能性不高 至于季中入队的拳力打王Lanslin 则以一年约重返发基地红雀 一下子少掉三位先发 还不包含寂寞动刀的Gonsolin 虽说Walker Builder将从前年的TJ手术回归 但还不确定会不会对他采取局数限制 整条轮值就算加上长中季的Ryan Yarbrough 也还是少一人 只有Midder完整历练过一整季 轮值可说是非常的薄 因此到期至少还需要补两位先发投手 明年轮值才不会开天窗 至于外爷部分 目前名单有中外爷的James Altman 九外爷的Chris Taylor跟右外爷的Jason Haywood Mookie Betts明年将会从右外爷以防二壘 因此不禁一名又打外野手 成了到期另一项代办清单 整体来说 除了频频跟市场上的大咖投手连结之外 也有跟其他球队讨论交易的风声 果不其然 整包的交易内容是拿下了Grasnow跟外野手Marco 到期则送出Pepio跟小联盟外野手Johnny De Luca 接下来讨论一下这笔交易 Grasnow当年从海盗发迹 因为迟迟丢不出身手 最终被海盗放弃送去光芒 结果成为本世纪最有名的抢劫交易之一 海盗当时为了拿下Chris Archer 将Grasnow在内的三位顶级星秀送去光芒 Grasnow最后成功在光芒系统发光发热 而Archer只贡献33场先发 跟防御率将近5的烂表现 回顾他在光芒6个赛季 388.1局的工作量 3.20防御率 标出526是山阵 K9高达12.2 拥有203公分的高达身材 三种主战球路 最快球速将近100英里 都能有效解决打者 天花板绝对是1号先发 问题是他的伤病史太过丰富 包含2021年8月开TJ 即便今年健康出赛 还是有一场没一场 整季也只投了120局 而且已经是单季新高 去年在养伤时 签下两年3035万的合约 但今年只要付500万 至于明年的2500万 光芒肯定是出不起 因此就在季早早就被摆上交易货架 Marco则是运动能力优异 外带顶尖防守的外野手 Saya前期待过红袜跟教室 并在教室登场大联盟占稳先发 后来在光芒以优外野为主 Saya单季三度留下证实以上的OAA 防守跟跑蕾真的没话说 但打击始终没练出来 升上两年1900万的合约 也成为光芒的薪资负担 至于到期的主菜 Peppy有开季名列官网百大新秀第70名 球位出色 水平跟垂直位移都优于平均 招牌武器是变速球 有球弹甚至给到80分满分 唯独控球是一大罩门 而且缺乏能使用的第三球种 不过今年下半季回归后 滑球似乎有所起色 变速球的控球跟数球搭配也相辅相成 最终三阵保送比是优秀的7.6 防御率只有2.14 虽然进阶数据显示有点好运的成分在 但仍不改蜕变的事实 另一名小联盟球员Deluca评价普通 Fangraph认为是板凳外野的等级 最后在这笔交易 光芒送出400万补贴Glasno的薪资 如果只看交易包裹 许多人第一眼一定觉得又是倒极抢劫 宇宙躲又要来了 不过这笔交易并没有真的一面倒 首先是Pepio的未来性 不可否认Pepio在先前的报告 诉求跟变数都拿下70分评价 但控球跟第三球路也被认定有不小的缺陷 尤其是控球 甚至连好球袋都偶尔会完全投不进去 尽管今年看似有大幅度改善 但样本数偏少 只有42局的大联盟跟22局的小联盟 如果改变是真的 那Pepio未来的天花板有机会摸到2号 但如果只是昙花一现 最坏或许只会是个后援投手 Bronson看了寂寞的机场比赛 愿意相信他的改变是真的 所以认为到齐这次出价算有诚意 目前Pepio的年资只有一年 只要表现稳定 光芒在这笔交易中 就成功达成清新枝 拿到一名控制其长的年轻中段先发 而到齐这边最大的疑虑 就是Glasno的健康 前面已经提过 他生涯单季最多就是头120局 实在太剥离了 现在既然已经跟到齐续约 接下来来看到齐这笔操作是否合理 难道没有更好的选项了吗 生皮在讨论续约时 没人认为到齐会出超过1亿 所以公布后真的是蛮让人惊讶的 5年1.35亿的合约 包含今年本来就有的2500万 2028年外带一个3000万的球队选择权 如果球队拒绝 球员则获得一个2000万的选择权 到齐把它交易进来的代价也不小 除了送走有breakout迹象的Pepio 还要负担马购的合约 乍看之下到齐付出太多成本 但为什么他们宁可牺牲未来 也要兑现当下 首先蓝血军看中的 肯定是Glasno在肌肉赛的贡献 30岁的年纪很难期待他会摇身一变 成为健康又耐潮的投手 所以球队肯定会进行举速控管 宁可例行赛丢少一点 必要时跳过几次先发 或是设定单场890球的限制也无妨 让他能在10月健康出赛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今年顶尖投手的市场价格 都是垂涨船高 到齐在休赛季开市后 已经向几位球员寻驾过 例如费成人的Nola 不过他还是想回母队效力 也问过白袜正在兜售的Dylan Seas 酿酒人的Colbin Burns 不过两人的身价看起来真的是要价不菲 此时刚好想清新知的光芒 有意想卖Glasno 两队一拍即合 虽然他的出勤率远远不佳 但健康的实力也胜过前两人 如果只用一名白大中段新秀就能换到 对到齐可说是相当划算 以他们现在的阵容 要烦恼的根本不是例行赛 而且5年1.35亿在今年市场上 买不到比Glasno有更高天花板的投手了 到齐决定all in在他身上 完全能理解 在收进Glasno跟Marco之后 团队薪资来到2.53亿 距离第二层碎线只差400万 不过球队看起来还不打算收手 Glasno只是其中一块拼图罢了 究竟宇宙躲还能帮大国找来多少帮手 就让生皮跟各位继续观察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对我们的会员影片有兴趣 欢迎点击下方的加入栏位参考看看 这里是生皮C5度 我是米姑尔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